民进党接连爆出人事闹剧 台湾新任金联公司董事长上任三天就火速请辞 揭开了绿营内斗黑幕 民进党前民意代表高嘉瑜被传接掌公营单位 也被称是派系斗争的结果 据台湾媒体报道 新接任的台湾金联董事长吕正章三天火速请辞 他在辞职信中写道 台湾政治远比国际商业复杂 台湾金联是一家于2001年成立的台湾资产管理公司 吕正章之前无任何金融相关背景 台媒分析吕正章之所以能够升任金联董事长 是因与赖清德办公室秘书长潘孟安交好 蓝音人士批评称民进党用人如儿戏 更加凸显民进党用人太过草率儿戏 而且没有尊重专业判断以外 更重要的是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卫报弹或是政治角力 而导致于这个吕正章必须要倾持下台 据台湾媒体报道 民进党前民意代表高嘉瑜近日传出 可能出任新兴百货董事长 由岛内媒体人推测 民进党内可能有派系在斗他 因为高嘉瑜人气较往 若是继续参选民意代表 将影响其他民进党籍参选人选情 因此让其出任董事 正好可断绝其政治道路 民气不是你用来寻思或者是赏赐的工具 用人为财 才能够真正得到社会的信赖 民进党内部接连传出人事闹剧 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称 此事凸显了民进党的用人危机 赖清德只会从小圈子里选人 完全不顾专业背景 才会导致此结果 文章称 如果赖清德用人思维不改变 吕正章肯定不是最后一个 赖有有闹剧还会再次上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